就是一次過按鍵拍九張照片 是有兩個參數的設定 下一張我們會講講Intelligent Bracketing的內容 因為未必每個人都這麼認識包圍曝光的內容 通常包圍曝光是三連拍 譬如中間的張就是一個中間的直 可能是負一度正常和加一度 例如在對焦、光圈、白平衡、曝光、對比度和飽和度上 都可以做到這些三連拍 這是一個視景非常基本的組合 但這部機制是說在直措之下 例如在對焦和光圈 我們可以組合一個三乘三的組合 變成九張照片 這就是今天所講的1-9-9-9-1的概念 例如我們先以剛才所講的一些 Conscience的對比度和Saturation的飽和度 我們看到左邊會有一個負數 減一度中間是零度 右邊是加一度 在傳統上我們可能要分兩次 造成這個組合 但可不可以將這兩次組合一次過擁有呢 就是這個一次過拍九張不同設定的概念 大家可能聽到剛才所講的一些用途用法 是否其實拍一張變九張的 不是的 真的是瞬間裏面九張的連拍 九張裏面都有不同的設定 可能大家一會兒可以拿一部真相機去感受一下 有幾個感覺吧 譬如在這部手機裡面 我們選了一個intelligent bracketing的模式 譬如我拍攝嘉賓的時候 我拍一張相片 瞬間我們就拍攝了九張不同設定的照片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在完結這個會議之後 在後面試一下我們的相機 和我們銷售部和市場部的同事 一起研究一下 交換了我們不同的想法 有了這個設定之後 就是通常我們橫軸拍三張 縱軸拍三張 我們就能夠多了四個重新的組合 譬如在右上角的 就是這個情形 就是白平衡加一度 和光度加一度的組合 在左下角的 就會是白平衡和亮度 都是減一度的組合 如此類推 其實很多時候 剛才那些朋友也說了 可能我其實心目中 是想拍右上角那張的 但可能出現了一個新的組合 新的可能性 原來我發覺 可能在左手邊中間那張 是我更加喜愛的東西 很多時候 一手中即勢 在都市裡面看到一些東西 一起就想拍 拍完九張 全部 Full Resolution 九張照片 全都放在房子裡面 就能夠令我們 有更大的創意 激發到我們更多不同的意料 除了我剛才說的 Conscience和Saturation 還有一個Focus on Aperture 即是光圈和對焦 右手邊這個真的好 在光學上 在後處你做不到的 如果光圈是由1.8至2.5 和Focus 可能是前景和遠景 在不同的組合裡面 有不同的感覺 可能一會兒在後面 一些Sample的照片 大家可以親密一點 再過去看清楚 裡面有一些不同的Details 我個人覺得這個比較 他們剛才說了 可能是AE和Exposed 那類會比較喜歡 我自己覺得 我喜歡這個光圈和對焦的變化